会会从临迎着眼 掩饰风中的发端 低手细雨 路遥若困境 整个弯弯小草已清泉 我 我 我要 我要 我要你 我要你的 我要你的爱 为什么不送我来 风声不息从上周开播之后备受好评 除了大家对于港月的情有独钟之外 也少不了各位前辈和新生辈的实力演唱 杨千花写手艳明熙Gigi合作的勇 真的太好听了 同年情里也不佣 仍全情投入伤都不够痛 如共追一个梦 谁人如何竭章 已不及我为你那么勇 杨千花一贯的吻 而Gigi的声音太惊艳了 温柔中带着坚定 两人合作很有默契 李克勤和李健这对双礼组合 这次多了一个组合的名字 叫客舟求剑 两人将一首花火唱成普通话和粤鱼 这个版本也是超级好听 就让风雪变成一道道彩虹 就让风雪变成一道道的彩虹 听了让人瞬间破防的 是来自林子祥和曾比特合唱的《单车》 在《单车》的舞台上 林子祥和曾比特 以一父一子的角色相互对话 用歌声诉说着父子之间的爱 真的太戳人了 还没几句就以暴哭的节奏 加上两人的演绎 真的太有画面感了 后台的李文 叶倩文 杨倩华都已听得泪目 当得知曾比特现实中在自己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失去了父亲 这种情感就更加的强烈了 不禁泪洒现场 再说到这次最杀疯的一次舞台 当属叶倩文 李文 周笔唱 三人合唱的《我要你的爱》 网友们纷纷说道 这是百老汇的即时感 尤其是叶倩文 这是一个六十家女人的状态吗 唱完以后 完全没有喘气的 声音真的太稳了 这活力完全不输给二十岁的小姑娘 多少人被惊掉了下巴 在舞台上的她真的太欢乐了 三人嗨翻了全场 后来才发现原来叶倩文已经六十一岁了 在声声不息的舞台上 第一次就被叶倩文惊艳了一把 银发一袭红色礼服 真的是岁月从不败美人 听着那首祝福娓娓道来 立马被拉回了8090年代 在第二期声声不息的舞台上 叶倩文给人又不一样的状态 不仅仅是优雅 气质 还有活力 这次燃炸舞台的合作 叶倩文她是又要圈粉了吧 这状态让人想到了年轻时候 叶倩文的另一首经典歌曲《潇洒走一回》 真的是又美又撒 想当年叶倩文凭借《潇洒走一回》 获得了第四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家喻户晓 叶倩文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年轻时候的叶倩文有次和王妃同台比赛 边做仰卧起座边唱歌 欢快的旋律结束后两人都不带喘的 在声声不息的后台花絮 叶倩文再次挑战边唱边做仰卧起座 和泽米特一起 这仰卧起座的速度 哪是一个60家女人的状态呢 真的是羡煞旁人 无论是唱功颜值还是状态 真的是可以当姐姐 厉害了 这次叶倩文是彻底出圈了吧